小朋友在公園玩得好開心 不少家長也會帶小孩到公園放風 但沒想到鳳山區的五甲公園 卻隱藏路通危機 昨天晚上8點左右 有一對夫妻帶著小一的兒子 來到公園拉單槓 但沒想到卻有陌生男子 一把抱起小男童 嚇得夫妻倆拔腿狂追 小男童家長立刻在大樓住戶群組發訊息 寫著陌生人來抱小孩 有帶小孩去公園的要小心 大樓也貼出公告提醒 別讓小孩離開大人身邊太遠 而根據里長的陳述 夫妻倆當時在拉單槓運動 卻有一名穿著藍色上衣的中年男子 跑過來對小男童搭訕 嚇得小男童爸爸衝上前 把小男童抱回家 他們在做運動 他們母親在顧小孩 結果一個老伙子來 跟小孩拐他去旁邊這樣 可能現在的社會亂象吧 我們警覺性也會滿高 孩子已經不離開視線 警方接獲報案也立即到現場了解 但陌生男子早就不見蹤影 加上公園沒有監視器 只能調閱附近路口監視器 看看有沒有可疑男子蹤跡 雖然沒有監視器 但我們會加強桌邊的監視釣躍 根據家長指控 這似乎像是隨機鱸童 但由於公園範圍相當大 在鎖定嫌犯之前 將增派警力巡視 每個小時一到兩次 加上晚間也有黎明的巡守隊 緊盯每個角落 不讓鱸童事件再發生 既有黃巡經博師高雄報導